您知道王八蛋和臭老九这两个词是怎么来的吗 王八蛋是不是王八下的蛋 臭老九又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我是瑞姐 今天我们继续听满足其人后裔 满学博士贺英亦老师 讲述传统文化中那些有趣的事 王八蛋这词啊 跟王八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不是王八下的蛋叫王八蛋 王八蛋是旺八端 他的原版叫旺八端 八端是儒家传统讲的 一个君子的八相道德 忠孝信契礼义廉耻叫八端 你把这八端忘了 你不讲忠孝信义了 你叫旺八端 后来慢慢叫成了王八蛋 哦 nice 就是我这段讲王八蛋的视频 当时48万的转发量 哎呦 可能都不知道王八蛋 居然跟王八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王八蛋是旺八端 哦这么回事啊 还有比如臭老九这个词怎么来的 骂读书人臭老九 臭老九是元朝的词 元朝蒙古统治中国 废除了科技制度 他认为读书人没用 就把读书人打到了社会底层 元朝统治者呢 把中国人的职业分了十个等级 一冠二立三僧四道五一六宫七将八昌 九儒十盖 读书人排在第九位儒 哦 跟乞丐差不多 七将八昌比昌级地位还低 哎呦 是吗 所以叫臭老九 就元朝把读书人打到底层了 蒙古人的马背上征服天下 你读书有什么用啊 哦 客举费除了 读书人没用了 所以落到社会底层 所以到了第九等 臭老九这么大 这么回事啊 我们每天挂在嘴边的词儿 我们每天吃的这些东西里面都有传统的 对 地名里面都有历史 中关村 原来中关坟是太监坟 埋太监的地方 中关就是中宫后宫的宦官 中关村是太监坟 哦 是那个官原来 对对 那个官 后来变成这个官 比如说北京 你比如说什么七王坟 八王坟 这些坟 它都是有来历的 背后都有故事 公主坟 为啥公主不葬在皇家的陵墓里 葬在那 这俩公主有特殊的情况 按制度它只能葬在那 这边都有好多故事 是啊 石井山原来叫石经山 就晒佛经 佛经在那打湿了晒佛经的地方 哦 静安庄是皇后亭龄的地方 清朝皇后死了 她灵鹫就停在静安庄 在这安安经兴入土为安 在这给她写记文 给她上诗号 这个最有意思 对对对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